你有听过护斗吗? 拥有明显突出的下巴 常被戏称为月亮脸 除了外观上 普遍被认为不美观外 有护斗的人 往往也会有取决 咬合上问题的发生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护斗遍免日记 进一步了解护斗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品翠牙医 齿二矫正专科 红衣俊医师 一般来说 护斗意思是民俗的说法 意思是下巴的长度看起来 特别的突出 但更精确的诊断 是由齿二矫正医师 透过精确的侧颅分析 分析骨头的长度 角度 比例 搭配上口内的分析 来评估患者的骨头关系 以及咬合关系哦 更精确的说法 我们会说护斗是第三级齿二关系 从骨头的关系来说呢 第三级骨头关系就是大家认为的护斗 而第二级骨头关系就是小下巴的模样 所以这两种呢是刚好相反的样子哦 另外从牙齿的关系来看 牙齿的部分也有所谓的第三级牙齿咬合异常 定义是下二的牙齿在上二牙齿的外侧 也就是下排的牙齿比上排牙齿更前突出 第三级骨头关系与第三级牙齿异常咬合 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通常第三级骨性关系也会有第三级牙齿异常咬合哦 如果是因为骨头位置造成护斗 就被视为骨性护斗 骨性护斗成因可能来自于上二骨头发育不全 下二骨头突或者是以上都有 此外也有许多研究指出骨性护斗与基因 环境因素口腔习惯有关 还有一种齿圆性护斗或是前牙错咬 或称甲性护斗的情况 甲性护斗来源通常伴随牙齿咬合的干扰 干扰移除后牙齿以及关节才能到达对的位置去做咀嚼 因此通常改善牙齿的错位干扰就能改善甲性护斗 通常比较难自己观察出真护斗还是假护斗 因为骨性关系和牙齿的关系常常是并存的 简单来看 若是外观上你已经觉得看起来有月亮脸的情况 那通常就是合并有骨性的问题 而外观上看起来没有护斗 但笑起来的时候会看到下排牙齿在上排牙齿的前面 那有机会是只有牙齿的问题 这样透过牙齿矫正不需要正二手术 就有机会达到良好的效果哦 严重互抖除了会造成美观问题 也会导致牙齿咬合的变差 以至于咀嚼食物效率下降 若是没有接触到的牙齿 可能会进一步因为牙齿的萌出 而导致咬合的平面歪斜 因此不处理的时间越久 之后矫正跟手术的困难度 治疗上的时间还有复杂度都会上升 另外也会因为骨头以及牙齿的落差 导致发音不全 清洁困难 因此需要尽早评估哦 根据美国矫正学会的指标 建议小朋友在七岁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第一次的矫正评估 因为此时进入患牙时期 不但可以观察到牙齿有无萌发异常 也可以判断有没有恶骨生长发育异常 在有以上的情况时 我们会尽早提供矫正治疗的介入 另外定期给医师检查 越早介入越好哦 因为我们可以尽早发现尽早处理 想要了解更多互斗相关资讯 欢迎点击下方连结到部落格观看文章哦 现在大家对于牙齿越来越重视 对于外观需求也越来越高 尽早的评估除了可以提早发现到 不对的地方及早治疗以外 还可以降低之后后续状况的 严重性以及复杂性哦 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咯 我是弘毅俊医师 下集我们聊聊互斗的治疗方针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